七月份全球最受矚目的人物 不是拜登 不是普丁 也不是習近平 是秦剛 原本預計在八月份才要召開的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 突然提前到了昨天來舉行 而會中決定兩項重大人事任免 秦剛被免去了外交部長的職務 由王毅來兼任 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最短命的外長 另外一個剛 毅剛 被免除了中國央行 人民銀行行長的職務 人行行長要由潘公勝來兼任 人行再度回歸 黨委書記還有行長一肩挑的模式 而人行內部出身的潘公勝 他雖然具備西方的教育背景 但是他也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 由潘公勝來出任行長 代表習近平在確保貨幣政策 平穩過渡的同時 仍然要牢牢掌握貨幣政策 能夠貫徹習近平的意志 而全世界找了一個月的秦剛 至今仍然是下落不明 中國外交部先前在面對外媒的追問 他們只有冷冷的回應說 起上中國的外交部網站來進行查詢 而當時呢 外交部的網站 外交部長的頁面 持續就顯示信息更新當中 而昨天任免案宣布之後 秦剛他不只人間蒸發 中國外交部的網站也已經查無此人 在被消失技術的虛實整合當中呢 中共可以說是獨步全球 而根據外媒的觀察 中國外長的人事風波 可能反映著習家班內部 似乎是不太安定的 秦剛雖然被視為習近平的親信 但是他被派駐在美國很多年 進入西方文化 他的作風跟王毅 可以說是大不相同 先前在接見布林肯的時候 就可見一斑 王毅是直接扳起臉來訓話 秦剛則是跟布林肯閒話加常 而由王毅回鍋兼任外交部長 不是由副部長馬昭旭來升任 這也代表著王毅可能只是站為代理 中國外長後續的人事安排 可能還有一場大戲 可以看 中國前外交部長秦剛失蹤一個多月 音訊全無 沒想到在下一次聽到北京當局提到 他的名字就是免去他外交部長的職務 對外說法健康因素 但這個說法外界不買單 有人認為中國外交部網站上 秦剛過去活動的內容都被刪除 共產黨恐怕內鬥都很兇 美國對此則不多做評論 只表示會持續和中國保持往來 而秦剛身為中國七十年來 最年輕外交部長之一 不只官場平步青雲 更受到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的賞識 被視為共產黨後起之秀 卻在火速尚未擔任外交部長後 短短不到一年就遭到車換 北京這波操作外界物理看花 秦剛被拔官 外界一片哗然 但接任外交部長職務的王毅 馬兆袍 舞招跳 王毅25號出席在南非舉辦的 金莊國家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 還提出全球南方的主張 對抗西方霸權 王毅發布宣言是在中國已經宣布 王毅兼任外交部長之後 但王毅的頭銜仍然是位階更高的 中央外辦主任 而秦剛雖然不再是外交部長 但仍然是國務委員之一 不過這恐怕也只是暫時的 金星文 蔡總理 王毅白報導 到底犯了什麼樣的桃田大錯 讓秦剛接任中國外長 不到七個月就被免職 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熱烈討論的話題 學者就分析指出原因 不外乎是緋聞 洩密 或者是權力鬥爭 而至於這個事件之後呢 秦剛仍然保有國務委員的身份 他沒有被雙開 他沒有被拔關之外 又被開除了黨籍 有可能是因為習近平 他不想被扣上世人不明的帽子 所以才會放過秦剛一碼 六月二十五號會見來訪的斯里蘭卡 與越南兩國外長 這是秦剛最後一次公開現身 就在他身影滿一個月後 又終於發落 被免職中國外交部長 秦剛消失的傳言滿天飛 從傳出與電視臺主持人 傅小田外遇 兩人生的孩子 是美國籍 再到解放軍 火箭軍勤姿外洩 美國 傳出也跟曾任駐美代表的 秦剛有關 被免職原因 外界繼續猜測 但可以確定的是 秦剛不再是秦部長 但仍是秦國委 還包有與國務院副總理 同級的中國國務委員身份 秦剛沒有被處以拔除官位 被開除黨籍的雙開懲罰 認為一個狀況是還在調查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是前面的路線之爭 或者是所謂的私德問題 甚至只是這個政治忠誠不確實 這些問題要怎麼樣給秦剛 有足夠的 安足夠的罪名 來進行所謂雙開的動作 北京也要做進一步的評估 秦剛上臺意氣風發 才半年就黯然退場 秦剛政壇快速竄起 是習近平一手拔拙 從駐美代表外交部長 到副國級的國務委員 前前後後只有半年時間 這噤聲速度也成為習近平開炸軟肋 秦剛的倒臺只是單一個案 還是牽涉外交路線權力鬥爭 中國官場不透明 所有的猜測只是猜測 但確定的是秦剛被冷凍 將暫時消失在大眾眼前 進行王宣馬恩凱採訪報導 大家就知道